公民參與這兩件事情 完全沒有讓宜蘭人參與 也資訊團沒有公開過 就連今天的說明會 也沒有讓宜蘭人憲民 有報名的權利 所以我們想要站出來 來表達我們對於資訊公開 公民參與這兩件事情 最基本最基本的訴求 我們來邀請我們 高鐵沈陽建築聯盟的康芳明和老師 有了有了 那待會我們也會將 我們9月4號 辦理了首場的公民會議 的相關資料 來遞交給我們的交通部 希望他可以聽到我們的訴求 聽到宜蘭憲民的訴求 今天大家只能坐在外面看 但沒有辦法發表我們的意見跟聲明 所以我們今天 先邀請我們康芳明老師來表達 我們五點五點重要的訴求 我們聯盟 我們聯盟 喂 我們聯盟 從9月4號 舉辦工作網站到現在 我們主要的訴求 具體的內容 包括要求交通部 鐵道局 就高鐵延伸宜蘭的計畫 要設立一個專者的網站 要公開包括綜合規劃 還有這些可行性頻度的相關資料 還有相關的會議結論 都要設立專者的網站 做公開 對所有的縣民做公開 接下來這個網站 我們要求鐵道局 要能夠定期的更新計畫 還有他的作業的一個階段的進度 階段的成果也都要能夠 對所有的公民做公開 還有在規劃過程 我們要求交通部 要能夠開放公民參與 整個過程要能夠公開透明 最重要的是 怎麼樣建立這個公民參與的機制 我們要求交通部 能夠在西南跟西北 各辦兩場的公聽會 這邊重點是公聽會 不是說明會 公聽會要能夠讓所有的公民 都能夠充分的表達意見 然後把意見納進去 交通部規劃的考量 然後在這個網站上面 我們要求交通部 要能夠接受民眾的提問 然後在這個網站的平台上面 去做定期的回憶 以上是我們監督聯盟的訴求 好 謝謝老師 那我們再喊一下我們的訴求 就是資訊虛空�р allied公民要參與 資訊虛空�р öffentlich去公開 資訊虛空�uny 公民要參與 sensitür public 資訊虛空�urs 公民要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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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所以我們接下來 再來,請我們康芳明老師將我們這一次9月4號的工作坊的結論書來交給我們,來交給我們交通部部長室的秘書 希望,希望我們的秘書,希望交通部可以聽到我們宜蘭縣民,我們宜蘭縣民最基本最基本的訴求,希望交通部可以聽到 那我們是日信,請我們康老師將我們這一次9月4號,我們首場的公民論壇的結論書可以交給我們交通部 把我們宜蘭縣民的訴求,把我們宜蘭縣民,許多人不同的訴求都可以帶入,來作為基本的考量 來,我們把手舉起來,我們那個,把公民資訊公開,公民參與的訴求舉起來 希望交通部可以盡速將資訊公開,可以有更多公民參與的機制,西南西北至少要兩場的公聽會,來讓民眾可以表達訴求 讓民眾可以表達訴求,以及把所有相關的資訊都應該公開 以及另立一個專者的網站,來把相關的資訊都公開給全義蘭人知道 拜託交通部了,希望這最基本,在這個民主社會最基本的訴求,都可以被公開透明,謝謝 謝謝 好,可以,謝謝 謝謝 好的 好的 謝謝 謝謝